好 那麼景氣好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那個財經專家通告已經跑不完了 對 這我們最清楚 最近通告有增加的現象 最近各台開了好幾個財經節目 東森開了兩個 東森兩個啊 東森開了兩個啊 東森開新的節目開兩個 那當然非凡他一直都有嘛 然後連公視都要談股票 公務電視啊 公務電視 好幾台都開始在談財經 其實在9800點的時候 我去參加一個 是從來都不談股票 談政治的節目 那一天他也談股票 所以那是9800點 所以那一天是9800 勇敢的人真的是很多耶 我前幾年開始投資的時候 那個聽眾聽到我在節目裡面講 他說可以投資啦什麼 他說拜託阿翁你千萬不要買 我跟你講那個是無底洞啊 我說不會了不會 我周遭有很多財經界的朋友 結果我一買 對 去年就雷曼兄弟了 你有買到 你有買到 有啊 有啦 有 就再砍一半 才一半了 對喔 四分之三 你怎麼這樣子呢 對我來講是錢耶 四分之三 我跟人說砍一半 人們都看我說 不錯啦 砍一半頭球了 才一半而已 才一半而已 你敢不敢 好吧 就賣一下 一賣好啦 現在回來的我又賠啦 不賣都還好 你可能就把它守住 所以我那個砍一半 現在回來大概賠百分之二十 可是你 因為你是根據你過去的經驗法 你過去就是抱著不賣 後來變壁子 對 所以這次你不敢抱了嘛 我就賣 我就賣一部分 我沒有全賣 那我至少會對一半 賣了也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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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那個感覺情緒是不對的 像去年我朋友也是在 雷曼兄弟這一波 他長期都是在投資買股票 因為他的工作關係 要很多國際官 他會吸收很多資訊 他說他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每天早上起床 就是陸丁看新聞馬上看 國際的分析 股市的分析 每天變慣了 刷牙 洗臉 上廁所 都被那個綁住視線 他說他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連吃早餐不知道自己吃什麼 然後上廁所 想一下 我早上嗯了沒有 忘記了你知道 然後到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雷曼兄弟之後他又完融資 他就知道好吧 認賠吧 三四百萬 沒了 沒了 知道我就會跟他說 我要來上節目 給我講一下你的經驗 他說不要再說 現在我死都不肯看那個節目了 因為他覺得說 他的人生被一條無形的線 每天百條 死都不肯看哪個節目 死都不肯那個看 飛機股市 然後財經的節目 他說你看他做過功課 他看了每個股市裡面的老師 喊進喊出喊進喊出 他說看看再從後面的答案印證回來 那都騙了 他說每個講的口末橫飛 可是你剛剛講的那個一根線綁住 這是很多人 都被綁住啊 金錢遊戲裡面的人生 真的 不知道自己早餐吃什麼 不知道自己吃什麼 他說我吃下去 我看東西才知道說我吃完了 想一下 我剛才吃什麼 食而無味 食而無味 比較麻煩的是 早上他摁過了沒有 他想一下 摁摁了沒有 然後管他的先出門 因為有人浴室也有那個電視 對 飯桌也有電視 還有人連做夢都會夢到股票啊 你知道我剛剛講的 我們家小朋友的 學校裡面的老師 服務學校二三十年要退休了 退休要很不光彩 為什麼 被家長舉發 舉發什麼 整個禁就拿這個 好 上課 還下單 一次兩次被人家 我跟你講現在家長 一直點就對了 一直點啊 看啊 看啊 現在講口講一半 你們現在自修一下 看啊看啊看啊 你常常要去打招嗎 所以家長去檢舉啊 我如果去看 看醫生 看到有醫生拿這種股票機 或是看螢幕 可是這個好方便 就不去看 因為老師他也會 接著頭看你知道嗎 結果家長也很厲害 就跟他學校去 給他存證下來 去檢舉 好啦 被迫強迫退休 你服務一輩子 二三十年的榮譽 我們就會尊敬你為老師 結果是因為這樣 被迫退休 我看我臉書一十多塊 一輩子 這一台要一萬多塊 是嗎 如果人手開到你 那是想的 我怎麼看極外賠你啊 不是啊 我覺得剛剛那個 現在幾點 現在幾點 今年漲五十幾點 沒有啦 我是說現在幾點 你知道嗎 重複太深 重複太深 被你陷害 無形的陷 無形的陷 重複太深 重複太深 我覺得啦 我覺得 穆涵你知道你中午吃什麼嗎 我知道啊 我中午吃便當啊 他還有請你喝咖啡 對啊 內容 你請我吃的 茄子 你又吃茄子 我覺得你好像吃牛柳 我們不會 這樣我來講一下 其實你剛剛講的都是詞情 但我必須要講 其實工具或是說電子節目 它是沒有害的啦 重點是自己個人的判斷力 我覺得股票市場 它其實本來很不公平 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講 你如果說是 你一百萬在做股票的人 跟你有十一在做股票的人 你做股票的策略方法 跟心態會一樣嗎 當然會一樣 所以為什麼這個股票市場 永遠大吃小 你知道嗎 我們說這一波行情 其實真的散戶賺到大錢的人 不敢講說都沒有賺到錢 賺到大錢的人很少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被行情洗來洗去 幾波都洗得很慘 像發生H1N1被洗一波 然後有一天爆了2000多億大量 然後收一根大廠很遠又被洗一波 散戶都被左邊扒來去 右邊扒來去 真正在大錢在玩股票的人 其實基本上他們的心態 跟一般散戶都不一樣 它策略方法也不一樣 所以說股票市場真的要賺錢 那個散戶就是說一般投資人 你要把你自己的心態 改變成是大戶的心態 那就是小貸了 他三個禮拜前進場了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心態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心態 我心態改變了 我心態改變了 我有個朋友都是這樣 當然他生活不是那麼容易過 結果他去買 他說把基金當股票操作 他去買基金買多少錢 他買300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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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買3000塊錢 3000塊錢買什麼 3000塊可以買一個單位 對啊 或是他買一個單位 結果他漲了4%以後趕快跑 那也是3000塊 他心臟無力耶 不會負責 不是啦 業藝術 3000塊賺4% 4%賺100多塊錢 有什麼好跑 再稅抽一抽 所以他就是不敢 不是 走出事 小姐你當股票 他這樣不來不去 他以為可以一直進出 超短線 他以為他賺4% 他搞不好他會賠 所以他賺4%以後他就先跑了 可是他賺120塊 對啊 扣手續費扣一共 你有10億的人 10億賺4%多少 對不對 10億4%是4000萬 我是說他賺4%算不少 可是4%就是一般人來講 會覺得只是賺一兩個便當 可是他跑了 我意思是說 有人扣那個什麼 那個高錢 所以難怪說 當日沖銷的張數 曾經飆到131萬張 所以有多少人是 當天買 對啊 當天買 賺點那個嘴邊漏 那個反映大家的心態 就是說其實看到股票漲 大家很想參與 可是又很怕 因為居高思維 又很怕會不會倒掉 所以可能現在買了 然後有賺了就趕快賣掉 有數性很重的 不敢流倉 就是反映那個心態 所以很多人炸一個掌停板就跑了 還有就是那個大戶 然後看他漲上去又去追 當衝沒有掌停板就跑了 就賺就跑了 然後看漲上去又去追 然後就一直追 一直追追追到最高點 還有就是大戶你知道嗎 他們說現在有看到那種 好幾百億的大戶 就又跑出來 因為他是賺什麼 他賺退佣 比如說他買聯電放空台積電 然後或買台積電放空聯電 就是同一個性質 一買一賣 那他其實就風險就鎖住了 那他其實就可以賺那個退佣 因為他大戶的話 有的可以退到1退10 所以就是說他可以賺取那個 我覺得要跟他講利多 確實是有 比方說我認為有實質利多 是那個遺產跟贈與稅的降低 對 那錢跑回來 那個是實質利多 至於回來多少錢 我講實在話 政府沒有公布 政府也無從統計 不過我是覺得最近 我再講一下 至於外資有來買 外資是有來買 可是外資有可能馬上就跑 因為外資的速度很快 入資政府說還沒有開放 可是入資都是一個想像 我們講實在話 中國 上海現在股市多少點 現在好像2000多點 我沒有注意 我那天看是2300 不止 不止 上針指數不止 這個很好 這是個工具 你馬上可以驗證 這台1萬多快 小姐 你講幾次 我現在講的是 上針指數2600 2600 1600漲到2600 上次是等於1600多 1600多 1600多漲到2600是漲幾點 漲了7000點 大概漲了60% 60幾% 1600百分之1000點 是多少 差不多60% 差不多 跟台股差不多 台股差不多 也差不多60% 那這個台灣是好在 比中國還好嗎 沒有啊 台灣是中國帶動起來的效應 基本上這一波 其實剛剛講 沒人講那個兩岸的體材 確實是這一波帶動效應 所以你說 為什麼台灣今年能長 全世界第一名 那除了中國因素來解釋以外 你沒有其他因素啊 不要提什麼下 下股票熱 產業冷 對不對 之前是因為那個 就是說雷曼的關係 所以那個股是殺過頭了 所以那個在11月12月的時候 是非常的悲觀 後來那時候廠商的訂單 全部都縮起來沒有訂單 等到1月2月的時候 那時候突然有訂單來 那個時候有所謂集單效應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是稍微有反應出來 那個集單主要是來自於中國 就是說有家電下鄉 可是你看到有一些產業 它如果是跟歐美連接 也就是說它如果是做歐美大廠的代工的 其實他們的那個 複數的力道還是很慢的 就是說其實這一波 如果說你說要有基本面的話 就是來自於中國 那像你說有一些小筆電 或是山寨機 那些零組件的供應商 它的那些量都還滿大的 對啦 你要問一下散戶代表 他三個禮拜以前進廠了啦 等一下 先休息 這是現在有一點強的 你進廠了喔 進廠了 進來好小的廠啊 對啊 不是 我是進那種藍營機場 不是進藍營機場 但是 對 沒錯 對 對